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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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用送牛排 然后鼓励大家来捐血 冬天吃牛排最好吗 当然是最好 就是补身体 让我们国人可以像牛一样 那么勇猛有力 因为捐血有冬季换 当然要跳稍微好一点 觉得牛排怎么样 不错 它是美国牛排 很好吃 天气冷吃起来 非常好 尤其美牛比澳洲牛排更好吃 原本冬天因为天气湿冷关系 就会降低民众捐血意愿 今年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更让大家晚秀捐血的意愿降低许多 导致这一阵子 雪库经常出现库存量不足的情况 杨明山国际狮子会 寄出捐血送牛排利多后 捐血的人潮明显增加 杨明山国际狮子会再加码 无限量供应牛排 还有远从中立桃园 骑机车来 捐血的民众 那还有一位妈妈 她就是连续来了三天 那因为我们捐血太热烈 那牛排也都提早发完 她来的三天都没等到牛排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 最后两天 我们决定就是 牛排无限量的供应 只要来捐血都有牛排领 协议库存量天气越冷 越容易不足 捐血挣牛排的活动 从12月6号开始 连续六天 鼓励大家持续接力 捐出热血 最后一天 无限量免费赠送 做好事 也为自己和家人补充营养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一年一度骇翻天的新北 欢乐耶诞城上个月开成了 除了来到这里拍美美的照片打卡之外 这里还是百货公司的一级战区 我们的记者特别整理出 意大利西装下沙的优惠 以及日本超人气的猫咪吐司 还有全台独家绝对不能错过的甜点展 让圣诞前程蛋糕来满足涛客的味蕾 今天我又来到耶诞城附近了 但是今天我没有要逛耶诞城 我今天要逛百货公司 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板桥车站耶诞城附近 百货公司也是一级战区 有大圆白小圆白还有力宝白货 今天呢我就跟公关柜姐们就是问到说 诶你们最近有什么优惠啊 还有值得逛的短柜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挖宝 全台湾这个品牌就只有在板桥的这边 是有做优惠的 过季开卖出清这样 一折优惠的还有这个领带区 1290一折 至少129块就买得到了 369块 哇大开眼界了大开眼界了 黑人1690一折 妖手290两折 差不多600块吧 这个洋装好漂亮 粉色珍珠银药 很好看 很好看 要性感的说 就这样 好的头型 然后来做成吐司的样子 而且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草莓限定口味 上面我们有草莓果实 所以真的香气是蛮逼人的 嗯 他们这边也有推出圣诞节的一整个set的礼盒 大概是五六百块 不只是猫咪吐司以外 还有这个猫爪 麻德莲 它吃起来就是像小蛋糕的口感 有点淡淡的柠檬香味 这个是猫咪尾巴丹麦 透明的收纳包 摸起来整个 整个好软好可爱 好想把这整个柜都带回家 把家里全部摆满 我眼前的这座 是香煎做的千层蛋糕 然后它是绑造一个椰蛋树的外形 这绿色配上然后让层层叠起来 看起来就超好吃的 是层层的层层分明 但是非常的好吃 搭配那个葡萄干的味道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让它酸酸甜甜 真的一定要来这里 乖试试一下 好可爱 这个身为一个少女是无法抵挡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那希望大家来逛耶诞城呢 不只逛这里 还可以逛旁边的百货公司 还有呢 喜欢阿萱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 亲旁好友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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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点是 三大发好急睡节看阿萱影片 有看会知道哪里有好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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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天气呢 想要喝点热汤补补生吗 不用呼朋饮瓣 一个人也可以喝好它 有传统老定业者进行企业转型 瞄准了未来的国际化市场 在新北市政府附近的府中商圈 推出了二代店 采用日式居酒屋的空间格局 并且是区隔了传统老店 应用了开放式的厨房 个人化的餐点设计 现点现做 要让顾客喝到口感浓郁的好汤 要喝到一碗火喉垢 炖出汤品的浓郁口感 点餐之后 业者一个头转身 即刻在座位前的开放厨房 煮起汤品 营运18年历史的传统老店 推出二代店 老店内贩售的招牌汤品 在这里统统喝得到 其实家里的味道算是最温暖的 尤其是鸡汤 心灵鸡汤 我们常常讲就是心灵鸡汤 所以我当时在18年前 创这个农贤居的时候 就秉持是这种概念 我家我可以享受到 我太太温暖的鸡汤 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台湾人 可以喝得到 所以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 就创了农贤居 老店的汤品 改用开放式厨房 直接煮给客人看 这背后讲究着炖汤的火候 如何用科技厨房 直接转移 经过业者缜密的计算过 精准设计出SOP流程 确保不管是哪个人接手煮汤 都能够完美呈现好味道 确保餐饮品质 预计未来进军国际市场 将台湾的好汤送到全世界 我们其实是做好了80% 就是把鸡肉 怎么在生鲜的部分处理好 来到现场以后 我们透过我们的SOP 让它现场做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现煮的 完全不是央厨房 如果央厨房 它其实就变成是条理包 那其实条理包 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风味 所以我们每一锅是客人现煮 现点我们就可以现煮给客人 所以是一直维持非常严谨的一个操作 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河手屋鸡汤 剥皮辣椒鸡汤等等的六种汤品 都是热卖的招牌鸡汤 现点现做 热乎乎的热汤 一个人或是一群朋友聚餐 享受炖煮浓郁的鲜汤 第一次是吃到剥皮辣椒 它汤喝起来很顺口 然后不油腻 然后我们大家现在注重养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喜欢吃太油腻的食物 所以这汤喝起来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尤其是冬天吃起来很软味 让人家觉得整个身体都暖和起来 对 汤品再加上面线还有其他小菜 业者锁定单身用餐族群 除了单点汤品之外 一个人的套餐 慰绕自己 兼顾用餐便利和养生滋补的需求 中家新闻林立吾志恒 新北报道 冬天也可以来一杯热茶 泡茶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爱好 然而关于泡茶却有很多的迷思 像是第一泡茶要不要倒掉 还有哪一泡风味是最好等等 我们特别邀请到三峡碧罗村的茶王黄文雄 来说明破除大众迷思 品名是许多人常年的习惯 一杯清淡回甘的茶 取代无味的白开水 然而关于泡茶说法 众说纷纭 像是第一泡茶到底要不要倒掉 记者实地访问制茶 六十多年的三峡碧罗村茶王黄文雄 看看他怎么回应 第一泡算是最好的东西啊 你把它洗掉 你把它泡出来有 有这个倒起来有颜色出来 好的东西已经跑掉啊 有人倒掉第一泡茶 怕喝进去农药 达不到养生的功效还危害身体 茶王黄文雄强调 就算有农药 不可能就此冲泡掉 建议选择经过认真的有机茶 但是茶王在泡第一泡前 仍是出现冲茶的动作 又是怎么一回事 差不多30度左右以下的水 把它洗一洗是可以 洗一洗洗一洗倒掉 手冲第一泡茶和农药无关 品茶连续冲泡几次后 味道最好 茶王说依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定 依他个人多年经验 三次泡最好 但根据茶种不同 结果也有所不同 像清醒干嘛茶树制成的 壁罗村绿茶来说 大约可冲泡八次 泡头茶为大部分的茶叶都是 三次四次 这个是最好喝的 但是有好一点的茶叶 像我们这个 立茶真正我们三下的 情形干嘛 七八次都还可以 每个人品茶方式不同 没有一定标准 茶王建议民众 以泡茶比赛为参考标准 一次使用三公克茶叶 第一泡约五分钟 细细品味茶叶的风味 记者刘安静刘敏 新北市三下采访报道 迈入第二十届的国人自治 优质儿少节目五星奖的颁奖典礼 1月9号将在张荣发基金会 国际会议中心登场 一共是有45个儿少节目 获得新等的推荐 那么推动20年来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相当的感动制作团队的用心 制作儿少节目 也呼吁媒体业者 在未来更能够重视儿少节目的领域 提升儿少节目的职与量 全台湾唯一向观众朋友来推荐 国人自治 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 已经完成109年度的影片评选 将在1月9号进行第二十届的 五星奖颁奖典礼 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评选 由财团法人台湾媒体 观察教育基金会担任幕后推手 20年来从不停歇 鼓励国人自治优质的儿少节目 去年获得美观星等推荐的多项节目 不但入围今年第55届金钟奖 其中获五星推荐的卡古档时光机 传承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儿少节目 更一举敲响金钟 拿下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 我们回顾这些年来 每一次我们举办的五星奖里头 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 或者跟原名题材相关的儿少节目 进入我们五星奖 四星半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优质 像今年获得五星推荐几个节目 都已经在金钟奖 都已经得奖 入围跟得奖 所以显现这方面 第一个节目内容的品质 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另外当然就是迪硕所蕴含的 跟原名相关的内涵跟意义 我觉得对于这一个族群的 乐听众尤其是 青少年儿童朋友来说 是非常具有 具有意义跟影响的一些内涵 那当然我另一方面也希望说 这个节目制作出来 不只是给原名的乐听众看 其他应该是属于整个台湾 所有乐听众都应该可以去观看 跟拥有的一个环境媒体资源 所以透过这些节目的呈现 然后我们五星奖的鼓励 其实目的是希望更多人 能够去观看去发掘 这样节目可以带给我们的 有点环境里头的成长的要素 多年来积极催生耳少节目 另一方面美观却也担忧 国内的媒体环境 常受限于人力和经费 会影响制作耳少节目的意愿 因此也特别呼吁媒体业者 能重视耳少节目的领域 为耳少族群制作更多的优质节目 所谓的五星奖 就是优质而少节目的奖励的一个活动 已经办了20年的 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鼓励 台湾的媒体界多多制作优质的 然后有影响力的耳少节目 提供我们耳少成长更好的一个媒体环境 跟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台湾的 媒体环境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相对来讲 在耳少节目这个领域 无论是制作的资源 经费人力的投注上 可能都对媒体来讲 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 奖励的方式 鼓励媒体的耳少节目的从业人员 特别是媒体的老板主席事者 能够更加努力重视耳少节目这个领域 为鼓励优质耳少节目的产出 中佳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也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媒官举办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希望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也为儿少的媒体环境尽一份心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观众朋友有想过艺术走入社区 对民众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南凯儿童艺术村为了落实艺术社区化 除了邀请海内外的艺术家分享创作经验 同时近期更是和社区结合 并且提供在地艺术家展览空间 借此让社区居民互相交流 走进南凯儿童艺术村的公学楼 里面不仅有艺术家进驻 同时还有展示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 而这些精致的创作全都是来自地方社区的熟人之手 民众透过展览自己的创作 借此也让社区居民可以互相交流 此次的作品总共有81件 那都是学生精心创作的作品 也结合了社区 希望说让社区更多的朋友 更多喜爱艺术的好朋友 能够借由此次的展览 然后就大家能够引起共鸣 社区完全结合 大家都可以走路散步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创作 我们也有在地的很多画家 都有参与这次的创作 大家散步来散步回去 这个是最棒的一个画展 南凯儿童艺术村 原先城市北区儿童之家的宿舍 而近年来在市府的改建下 也变身为儿童艺术村 并且跟文化局合作 不仅邀请海内外的艺术家 分享创作经验 最近更是与社区结合 藉此提供在地艺术家 一个展现的舞台 这些时间我们与文化局有一同讨论 希望说可以让艺术 这件事情在南凯儿童艺术村 可以更接地气 所以我们邀请到更 希望可以邀请到更多 桃园在地的艺术家 希望透过这些艺术的媒合 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桃园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相当多国小的户外教学 会愿意来到儿童艺术村 那我们也会透过导览员 来帮小朋友介绍这些展品 小朋友跟展品 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到其实 已经不像在一般博物馆那么的距离那么遥远 那可以让小朋友更贴近 而且近距离的观察 目前南凯儿童艺术村的二楼 正在展出如足在地画室学员的艺术作品 不仅有各式各样的画作 同时还有色彩缤纷的陶瓷作品 而南凯儿童艺术村 透过落实艺术社区画 期望要拉近艺术与民众生活的距离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 桃园市政府近年来积极在公园内设置共荣式的游乐场 而日前位于大园区的横峰书法公园 在市府和民众的共同设计之下 不仅是设置了两层楼高的大坡面溜滑梯 同时在溜滑梯的下方还规划了沙石游乐场 期望要借此提升当地民众的休憩环境 位于大园区的台湾横山书法艺术公园 平时就是许多民众散步的好地方 而桃园市政府为了增加当地的休息空间 因此在日前设置了共荣式游乐场 期望要提供民众亲自共游的好去处 这个公园设置起来 我们跟小朋友在这边可以玩得很开心 然后看起来环境也算蛮干净的 好玩 什么东西好玩 就是玩这个配配租个车车 还有沙子对不对 小朋友还蛮喜欢的 而且沙子的溜滑梯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脏 冲一冲就沾尽了 桃园市政府设置的横山书法公园共荣式游乐场内 除了有两层楼高的大坡面溜滑梯 及寒管外形的游乐隧道以外 同时溜滑梯下方还有与民众共同设计的沙石游乐场 而这次市府透过跟民众一起发想 期望要打造一个适合全家游玩的游乐场 这些设施的规划 主要是我们在前面有做了社区的参与工作坊 邀请了爸爸妈妈跟孩子们 来共同对游戏场做提案 我们设置了包括两座摩石子六滑梯 三座的鞦韆 以及旋转杯 以及寒管式的邮具等等 那这些的邮具设置 就是结合到我们的整个毗塘的公园的步道景色 还有在恒山苏法公园上面还有一个美术馆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面 让三代都能够在这个公园进行游乐玩耍 跟增加亲子交流的机会 目前恒山苏法公园内的共同市游乐场 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而民众来到苏法公园 除了可以到游乐场游玩以外 同时也可以沿着毗塘散步 来享受河岸景观 借此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 很多夫妻在结婚多年后 没有办法来生育小孩 很多人就会透过习俗求子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到庙里来拜拜 而日前就有一对夫妻 向慈护宫的助生娘娘求子 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保佑 不久之后就接连生了两对龙凤胎 让夫妻相当高兴 我们庙里面有一个那个 助生娘娘 已经一百多年了 就自身一百多年来 那么有一些民众在过程当中 结婚以后都没办法生育 那么就在这里请求我们的自身娘娘 那一年最后才怀孕 然后就是一怀就怀了双胞胎 然后之后又来了两个 真的是很感谢妈祖娘娘 也可以赐给我这四个小孩 结婚七年的夫妻回想起过去求子的过程 当时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看过了 也曾在肚子上扎了不少针 后来甚至也考虑要领养孩子 两夫妻也说可能是助生娘娘冥冥之中有保佑 因此特地前来还愿 那一年就是我跟我先生一定会怀孕 那其实那时候我才二十中 就二五二六二六二七岁的时候 其实对神明这个东西 其实并没有很放在心上 之后我的姐姐就跟我讲说 会不会是其实你是不是有答应神明过什么 然后结果没有来过 结果后来我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后来又回来跟神明道歉说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所以希望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结果后来隔年我跟我老公就顺利怀孕了 许多夫妻结婚多年都没有小孩 不少人会透过习俗求子 最常见的就是到庙宇拜拜 因此慈护工主委也特地赠予红包给四个小朋友 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夫妻俩也相信这两对活泼的龙凤胎 就是老天爷给他们最棒的礼物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以及中佳新闻YouTube订阅 就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林立如祝您平安 我们再会了 学生想打工听说要先办卡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有的还要先缴钱要缴证件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三要准备及七步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检视征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